面對股東質疑通達案 大同董事長林慧珊 在股東會難得大動肝火 不顧身旁林郭文彥的安撫 直說台灣司法難以令人信服 我也不怎麼清楚 就是來看看再講 股東很想了解大同經營績效 而公司派已經拿下所有董監席次 但股東會內依舊衝突不斷 先是市場派代表人林洪信 質疑會議程序不符規定 林慧珊也激動回嗆 有些股東根本是來亂的 隨後又有股東認為 從華營的績效來看 林慧珊根本只會創造虧損 甚至因為通達案 要求大同先向林慧珊收取22億 讓林慧珊再次動怒 直說自己70年來沒有犯過罪 這場股東會是失敗的 而且是不尊重股東的 現在那麼多人不信任公司的 公司治理 為什麼不開大門走大道 讓外部股東進來 而股東會重頭戲 自然是大同念念不忘的 60億增資案 大同希望以這筆資金 投資太陽光電事業 但投票結果出爐 有四成以上的反對票 而同一票不到出席股數的三分之二 增資案宣布留局 我會持續監督公司 就這個董事把我們剔除掉的這個訴訟 會影響到董事會的局域是不是合法 大同股東會後也發出聲明表示 遺憾四目案沒有通過 更直批反對人士企圖阻礙公司發展 其心可意 雖然市場派逆襲成功 讓大同失去60億增資 但11號大同依舊開出紅盤 小漲將近1%收10.55元 而大同提名的九名董事 包括林慧山以及林郭文彥 也同合當選 這場精英權之爭暫時落幕 董森 財經線王哲何文元 台報道